昨天晚上,我们接到时髦村,以村民报警求助。 在等家中发现了五只猫头鹰幼长,我们的值班民附近立即赶到村民家中,将猫头鹰救助回派出所,等待移交给相关部门的救助期间。 由此猫头鹰幼长陪伴我们的工作,让我们紧张的工作得到了片刻的清爽。 现在状态比较好,我们到这里就放在救助动物的这里面,可能是20天左右。 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要专门附地救助。